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提要 香港一传媒有限公司今天下午在港交所公告 公司方面已经要求从今天下午3点27分起暂停交易 代发出一项潜在的非常重大出售事宜 港媒报道短暂停牌通告是由执行董事周达全发出的 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表示 这次重大出售事项与出售一周刊无关 而是涉及物业交易 根据自由时报引述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指出 停牌涉及出售台湾物业事宜 至于资金用途 他请表示公司都要继续发展 详情有待港交所的公告刊登 福建东港石油化工公司 4日凌晨发生碳酒方氢泄漏事故 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但官方试图遮掩的行为引发舆论不满 根据中央社的消息 碳酒具有一定毒性 对环境及人体造成不好的影响 但官方打算以油污以清除完 大气指标以恢复正常的说法息事宁人 有网友讽刺将近7吨化工原料泄漏到海面上 只用了一天就恢复正常 这种速度世界无敌 正当官方想粉饰太平的同时 第一线调查的媒体及当地民众反映出来的 却大相径庭 事发海域支撑鱼牌的塑胶服筒被腐蚀 泄漏海面的油污仍未打捞干净 空气也弥漫着刺鼻的气味 还有村民呕吐身体不适入住医院 村民表示是当局从最开始隐瞒实情 造假导致事件恶化 使得村民损失惨重 孟宏伟离奇失踪 国际刑警组织罕见发生 说了什么待会来看 再来看到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 一向是外交场合的一大焦点 现在传出她在官媒的报道地位也正在上升 美中军事对峙 现在就连中国产制的导弹宣传影片 也拿美军航母当作假想敌 中国藏区在船有藏人自焚 稍后带您来看更多细节 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 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 遭到中国调查至今下落不明 引发各界揣测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昨天表示 组织并非调查机构 根据内规他无权调查孟宏伟的状况 甚至对于中国当局声称孟宏伟要辞职 他也只能接受 显然对于自己的主席被失踪 国际刑警组织似乎也无能为力 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 9月返回中国后遭到当局调查 至今人无音讯 对此国际刑警组织昨天也罕见的公开发表意见 法新社报导 虽然外界对孟宏伟的失踪有不少揣测 甚至希望国际刑警组织展开调查 但该组织秘书长斯托克表示 国际刑警组织的角色 不是治理其他成员国 更不是调查机构 因此根据组织规章 他无权调查孟宏伟的状况 只能鼓励北京当局提供孟宏伟的下落与法律处境 回顾事件发生的当下 斯托克说 国际刑警组织10月5号从媒体的报导 才得知孟宏伟失踪的消息 之后联络北京要求澄清 两天后一个中国高层代表团抵达法国里昂 国际刑警组织总部 通知孟宏伟被指控收受贿赂 以写下辞职信 并告知他不再担任组织主席 中国国际刑警办事处 随后也将孟宏伟的辞职信送到总部 斯托克强调 对于中国的说辞 他必须接受 当时中国正采取主权决定 那么国际刑警组织就只能接受 当记者追问 辞职信是否真的是孟宏伟出于自愿写的时 斯托克回复 他没有理由怀疑任何事情 有被强迫或不实的疑虑 至于孟宏伟是否真的有收受贿赂 斯托克则说 他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细节 只能说这些贿赂指控 跟孟宏伟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无关 孟宏伟失踪超过一个月 国际刑警组织也将于18号到21号 在迪拜举办年度大会时 选出新的主席 孟宏伟从高处跌落 而这个人的地位似乎正在攀升 来看到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 每次现身公共视野 总是一身雍容华贵 气质典雅 在国内外一向保持着良好的民间形象 最近就有外媒注意到 彭丽媛在国内的地位 似乎越来越高 甚至排在多位政府高官前面 在中国历来的第一夫人当中 相当罕见 对此美国之音举例报导 9月14号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访华 与习近平举行会谈 当天新华社针对欢迎仪式排名的报导 竟然将彭丽媛排在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以及外交部长王毅前面 同样的 在11月4号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出席 敬博会的各国嘉宾的报导 以及6月19号 习近平在北京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华 等许多场合 在新华社以及央视等官媒的报导中 彭丽媛的名字都出现在不少中共高官之前 这对于历来中国官媒对第一夫人的报导相当罕见 由此也可以看出 不止习近平正在独揽大权 就连他的夫人彭丽媛地位也正在往上升 接着来看到珠海航展6号开幕 作为中国展示新式军舞的重要平台 国际社会都在关注 其中特别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高超音速 反舰弹道导弹CM401引人关注 只是大家注意的不是它的性能 而是该集团公然以美国航母为假想敌的宣传影片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CM401导弹发射轰炸敌军 而所谓的敌军呢 除了一艘疑似美国航母之外 还出现了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F16战机 以及日本的秋月级驱逐舰引发外界议论 根据资料显示 CM401的射程为290公里 才临近太空弹道 这意味着它的飞行高度 将超过绝大部分现役防空导弹的攻击范围 根据香港01引述猜测报道 宣传影片以美国航母作为假想目标 可能是希望藉由强调制约美军战力之意 将导弹出口到国外 最后来关心 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举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定期审议前夕 再传出有藏人为了抗议中国当局 而自焚身亡震惊国际社会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来自印度格尔登寺的消息报道 这个月4号四川阿坝县 一位名叫多坡的23岁藏人 在囚吉玛乡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 引火自焚当场身亡 目前无法确认多坡的遗体 是否被中国官方带走 同时也无法获知多坡家属的状况 事实上多坡并非是第一位 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国压制西藏的藏人 从2009年至今 共有超过152名藏人 在中国藏区自焚抗议 其中又以多坡所在的阿坝县发生次数最多 根据了解多坡是继今年3月7号一次自焚事件之后 最新一名自焚身亡的阿坝县藏人 推测当局近期将对该区扩大控制力度 节目的最后带各位来看到中国简报 为各位观众快速掌握中国各地的最新消息 简报一开始来看到旅居英国的流亡作家马健 他原本明天要在香港举办活动 但现在传出临时被取消了 中央社报导 马健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的时候指出 这一系列的讲座已经筹备有半年时间 直到两天前才接获主办单位通知取消 他感到非常意外 根据了解目前还无法确定被取消的真正原因 但是马健认为有可能是主办单位自我审查 背后也不排除有中国当职介入 此外曾经在香港居住多年的马健难过地表示 香港在主权转移之后失去了原来的自由气氛 接着来关心昨天有学生在北京的苹果零售店 外面抗议的消息 警方短暂拘留了其中两名学生 中央社报导 当时现场大约有10名学生 他们质疑苹果在重庆的代工工厂 涉嫌违法雇用学生并且剥削劳工 根据了解 警方先是在零售店前面拍照 然后就命令学生出示身份证 理由是扰乱秩序 两名被带走的学生分别来自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 他们在晚间8点左右才被释放 关于学生们的指控 苹果公司表示正调查当中 对于示威活动则不愿发表评论 再来看到今年8月与台湾断交 同时与中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 中央社报导 总统桑切斯11月7号表示 他在访华期间同意双方合作13个项目 中国将会提供1.5亿美元资金 用于促进社会与技术的发展 由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桑切斯相信能为萨尔瓦多带来重大利益 针对台湾质疑中方提供的帮助是金援外交 中国外交部在昨天郑重否认 并且强调援助会聚焦于民生需求 像是提供振灾粮食 希望一般民众都能受惠 接下来继续来看到外交的消息 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来访的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的迪亚斯卡内尔 中央社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指出 习近平对卡内尔称赞古巴是伟大的国家 半个世纪以来不畏艰难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而且中国和古巴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一直是好同志好兄弟 双方要继续相互支持 他欢迎古巴加入一带一路的行列 再来看到昨天11月8号是中国的记者节 不过讽刺的是 长沙晚报的前社长在同一天传出被调查的消息 联合报报导 长沙市纪委监委网站 昨天公布巡视组移交的线索指出 曾经长期在长沙晚报工作的龙刚月 因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而且在中共十八大之后没有收敛 继续收受红包礼金 所以决定免除龙刚月 在长沙市的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立案审查他涉嫌危机的问题 节目的最后来关心港独的消息 为了商讨如何对抗中国 传言有台独组织 趁着今年台湾大选 邀请各地方独派朋友参加聚会 联合报引述大公报的报道指出 台湾公议会预计11月25号 在台北举行研讨会 主题是讲台海大危机 以及东亚各民族的联合反抗运动 出席者包含提倡僵读 藏读以及蒙读的活动人士 报道说这是一场五读聚会 就连日本黑龙会的头目 田中建野也传出在名单之内 根据了解 香港方面将由城市大学的 前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带队 有可能会与民进党高层见面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感谢收看民进电视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 民进电视世界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提要 澳大利亚墨尔本闹区 今天发生连续攻击事件 当地时间下午4点20分左右 街道上突然传出几声巨响 接着有车辆爆炸 起火燃烧 现场爆出浓烈火焰 接着一名男子持刀攻击路人 警方获爆后迅速赶抵现场 封锁街道疏散人群 持刀的男子意图攻击警察 却遭到开枪击倒 身受重伤送医急救 同时至少还有三名路人被刺伤送医 其中有一人颈部受伤情况危急 另一人头部受伤 其他人的伤势则不明 目前警方已经封锁现场 上百位市民和游客被挡在封锁线外 附近的商店暂停营业 电车也停止行驶 警方表示现场应无共犯 不过街道仍持续封锁中 呼吁民众暂时不要接近 也通知了反恐小组支援 不过目前还无法确认 这是否是一起恐怖攻击 以上是孙云山为您带来的突发快讯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89岁的菲律宾前第一夫人 伊美代马可氏恐怕难逃牢狱之灾 今天菲律宾反贪服法庭 判处伊美代七项贪污罪名成立 而且每项罪名被判6至11年徒刑 因此他至少要面对42年的监禁 根据自由时报报导 伊美代为已故菲律宾总统马可氏的遗孀 他被指控在担任马尼拉省长期间 转移2亿美元公款到瑞士银行的账户 且在担任第一夫人时 更是挥霍无度 拥有超过数千双名牌鞋 如今这位已奢侈闻名的前第一夫人 被下逮捕令 不过根据反贪服法庭的规定 他仍可提请上诉 美国总统川普将签行政令 要求庇护申请者必须在入境口岸提出 用以杜绝偷渡 继续来关心昨天美国加州 所发生的酒吧枪击案后续 美国中期选举过后 CNN记者杠上川普的消息引起话题 一起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了什么 美国与朝鲜原定8号举行的高级别会谈 被取消了原因为何待会来看 最后持续为您掌握 马来西亚一马公司弊案的相关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的移民政策强硬 先是将中美洲移民大举进入美国的行为 称作入侵 后来又表示想要废止出身公民权 现在川普则打算签署行政命令 对美国的庇护体系进行改革 阻止非法移民 不过有官员表示 新行政令只是临时措施 确切的执行时间还没有确定 根据世界日报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川普预计在9号上午签署行政命令 然后离开华盛顿到巴黎出席 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活动 川普上周就表示 针对被关在居留中心的无证移民 以及庇护申请人在内 他将签署一个全面的行政令 这项新规定要求所有申请者 必须在官方入境口案提出庇护申请 目的是禁止非法偷渡 并且让申请过程能够更加安全又有秩序 此外执法部门也可以取得申请人的更多资讯 不过香港01指出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 美国的法律容许任何 已经在美国的外国人提出庇护申请 联盟指责川普签署的条文凌驾于法律之上 另外民主党在中期选举赢得众院控制权 势必将反对川普的强硬移民政策 和建边界强的计划 移民问题将成为川普最严峻的议题之一 美国加州牵向市 昨天晚上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枪手在一间酒吧里开了至少30枪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明镜电视取得枪击当时的现场画面 以下来看记者的整理报道 连续不断的枪响 最后造成13人死亡 使多人受伤的悲剧 事发在美国当地时间7日深夜 加州牵向市的一间酒吧 原本的狂欢之夜 谁也没想到却发生血腥枪击案件 美联社取得一小段民众当时在酒吧内 用手机所拍下的画面 大约长一分多钟 镜头一开始聚焦在空无一人的舞厅 接着就听见连环枪声 拍摄者移动位置 似乎在找更好的躲藏点 接着他找到出口 惊慌逃出酒吧 并大声要其他人也赶快跑出来 根据洛杉矶时报报导 酒吧正在进行一场为大学生举办的活动 参加人数大约有100人 在晚间11点20分左右 一名枪手突然冲进酒吧 持枪扫射 至少开了30枪并投资烟雾弹 在场的目击者表示 当时现场非常混乱恐怖 有人慌张地寻找掩护 有人使用椅子打破窗户逃出去 也有人躲在阁楼以及洗手间 惊慌失措地打电话给亲人 另外也有目击者指出 枪手是一名男性 一进入会场就走到一名警卫附近 并朝他的头部开枪 再朝人群扫射 警方也表示 他们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 并与枪手交火 造成一名警官严重受伤 送医后仍然不幸死亡 而这名枪手是28岁 名叫龙恩的男子 曾于2013年离婚 目前和母亲同住 但精神状况不稳定 目前初步调查结果 他在酒吧犯案后举枪自尽 警方也暂时排除有其他攻凡 继续来关心美国中期选举落幕 川普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时 除了关注大选结果 另外他炮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 阿克斯塔的画面也引起话题 阿克斯塔不仅被川普 指着逼子骂粗鲁无礼 还被取消采访证 甚至被白宫指控 对年轻女性动手 对此CNN则称白宫的指控 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白宫与CNN的争执 从川普在中期选举记者会开始 川普他因为不满 阿克斯塔提问有关于 中美洲移民队伍仪式 所以接二连三地打断他的问话 同时白宫一名女实习生 试着拿走阿克斯塔手中的麦克风 但是阿克斯塔不愿意放手 造成两人短暂的肢体接触 不少网友疯传 并且用心钻研阿克斯塔和这名女职员交手的片段 数位剪辑师伯里斯指出 女职员是在想拿回麦克风的过程当中 碰了阿克斯塔四次 但是川普的支持者呢 却不这么认为 阴谋论网站资讯站指阿克斯塔 以肢体抵抗 制止白宫女职员 是阿克斯塔压制她 而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稍晚在推文贴出事发经过 他用的显然是资讯站贴出的影片 不过有人声称 这段影片被动过手脚 刻意让阿克斯塔的动作看起来更加戏剧化 桑德斯表示 取消记者证呢 是因为阿克斯塔对一个试图做好本份工作的实习生动手 并说这种行为绝对无法接受 不过对于这些指控 CNN则力挺自家记者表示桑德斯说谎 因为他提供不实指控 引述从未发生的事 还要来看到外交的消息 美国与朝鲜之间因为非核化议题陷入僵局 原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号要跟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会面 以推进朝鲜半岛非核化议程 不过这场会谈呢 却在美国中期大选之后宣布延迟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力表示 延后会面是因为朝鲜还没准备好 美国国务院7号发声明表示 指国务卿蓬佩奥与朝鲜第二号人物金英哲 原定8号会面的计划已被搁置 将另外择棋办理 除此之外国务院并未多做解释 后来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跳出来说 朝鲜呢是以日程繁忙为理由 通知美方推迟高级别会谈 根据中央社引述路透社报导 海力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 朝鲜表示他们需要延后这次会面 不过海力表示 美国持续做好准备以进行对谈 但他不认为这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朝鲜延后 只是因为他们尚未准备好 海力说他预期将重新安排会谈日期 川津二会的计划也在进行当中 把焦点转回亚洲 马来西亚一马公司弊案延烧至今 月初时两名前高盛集团银行家 黄宗华与雷斯娜被起诉 也让这家享誉盛名投资银行的企业文化 再度引发质疑 近期马国财政部长林冠英表示 高盛集团前东南亚地区主席雷斯娜 已经在美国承认洗黑钱和贪污贿赂等罪名 足以证明一马丑闻并非子虚乌有 根据早报引述新周日报的报导 林冠英在槟城出席2019年财政预算案特别汇报会时说 雷斯娜已经认罪 高盛应该要归还之前为一马公司发行债券 支付的5亿8800万美元给马来西亚 林冠英表示 雷斯娜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 为一马发行三个债券筹获65亿美元 原本作为发展专案 但美国检察官发现大部分的款项被一马高层及官员挪走 雷斯娜在2015年时离开高盛 并在一马被指在多个国家涉及不当的金融交易之后 遭禁止参加美国及新加坡金融市场的活动 马来西亚后任首相安华 周二接受彭博电视专访时表示 如果高盛确实是一马弊案的同谋 政府将向高盛索辉一马支付的约6亿美元佣金 另一方面黄宗华上个星期在马来西亚被捕 美国随后申请引渡黄宗华到美国受审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说 黄宗华及其家属已经同意向新加坡当局交出4000万新元 而这笔款项将会转交给马来西亚 目前包含新加坡在内 共有6个国家正在调查一马公司挪用的45亿美元款项 节目的最后要带您来看到世界简报 为各位观众快速掌握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 继几个月前才发生当地史上最大野火 美国加州近来又传出野火燎原 加州北部巴特郡昨天早上发生野火 目前已经烧掉1.8万英亩 造成至少3.4万户停电 其中受灾最严重的 莫过于有2.6万人居住的天堂镇 镇内11所学校约3300名学生和职员 被疏散到邻近城镇的避难中心 目前约有50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火 还有100名执法人员也在旁协助 许多建筑物已被烧毁 受伤人数还无法确认 接着看到美国谍战工坊 你来我往 昨天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战略高级顾问 乔伊斯披露 美中两国曾经在2015年签订一项 遵守不进行经济间谍黑客活动的协议 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签署协议之后 中国针对美国公司的网络窃盗活动一度大幅减少 但是近年来 中国黑客活动再度兴起 引发美国当局关注 就在上周 司法部长赛森斯还宣布了一个广泛的中国专项行动 更有力地打击商业机密窃取 贿赂非法外国游说 以及可能让外国投资者 获取美国关键技术的商业交易 希望能够借此减少中国涉嫌攻击美国公司 造成美国经济每年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再来关心美国国务院今天公布 2017财政年度对外国政府武器销售增加13% 至1923亿美元 美国武器外销增加部分是因为 美国政府4月推动新的购买美国货计划 这项计划放宽销售限制 并鼓励官员在提升美国武器产业在外国交易上扮演更大角色 相关官员先前就表示 美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武器交易市场的龙头 川普总统仍希望美国在世界武器买卖方面扩大规模 最后看到中国雾霾问题严重 也牵累到其他国家 韩国从3号开始就受到华北地区雾霾影响 当局甚至在6号首尔地区的PM2.5浓度飙升到930对外发布警报 韩国气象中心更预测2018年入冬之后的雾霾问题将比以往更严重 同时青瓦台也担心中方会因为贸易战放宽空污管制政策 全力加速生产 韩国环保团体过去曾集体求偿的方式 对中国提出民事损害赔偿官司 近期内更打算重新提出告诉控告中韩两国政府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世界新闻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台湾新闻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 台湾国际空间再传出受到打压 近来有网民爆料 在挪威移民署签证申请网站上 台湾竟被改为中国台湾省 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 在得知消息之后已在第一时间指示瑞典代表处 接洽挪威政府要求改善 同时致电挪威外交部表达严正抗议 并要求立即修正为台湾 事实上在2011年起 事实上在2011年起 冬威政府更新电脑作业系统时就以中国标注台湾旅居当地人民的居留证国际栏 虽然台湾外交部多年来持续接下冬威政府改善 但始终未获得正面回应 而对于中国对各国称呼台湾的方式施加压力 台湾外交部对此表达深刻遗憾 也无法接受 接着将焦点转向11月底的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高雄市场候选人韩国瑜人气居高不下 他昨天在骑山举办第二场造势晚会 吸引数万人参加 根据联合报报道 现场热闹的程度就如同是在逛夜市 傍晚6点多的时候 台上主持人就已经宣布有两万五千人到场 显示出热情的支持者并没有因为活动地点偏远而缺席 有鉴于之前几场活动 粉丝太过热情 用力握手导致韩国瑜右手拉伤 背部筋也受伤 甚至还有支持民众强摸韩国瑜的秃头 因此在昨天的骑山造势晚会上 韩国瑜阵营也招募了两位光头翼勇军 穿着蓝色衬衫 在韩国瑜一前一后当替身 值得注意的是 当天下午对手阵营的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 隔空祝福韩国瑜晚会顺利 对此消息 韩国瑜直呼陈其迈终于长大了 并且认为候选人能够彼此祝福 才是健康的选举 而韩国瑜人气冲高 带动党内选情 不少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 也抢大这波寒流 真相制作与韩国瑜合照的竞选看板 但这样的举动却遭到国民党北市党部的提醒 要求以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手中优先 这份昨天发出的通告指出 为了凸显台北市选举的主体性 建议议员候选人 以张贴丁手中的合照为优先 如果坚持使用与韩国瑜合照的人 希望再补上丁手中的合照 避免选民的认知混淆 不过国民党北市党部此举 却引起基层不满 国民党北市议员候选人 游淑慧就说 选举文宣讲求行销效益 每个候选人都会评估自己的选情 再去加强 市党部应该在可容许范围内 给候选人自由 对此丁手中本人则表示 市党部是出于善意提醒 不过选战进入最后参赐期 如果议员候选人能再找到 其他可以提高能见度的名人或候选人加持 只要国民党能够胜选 他都乐观看待 除了九合一选举 11月24号当天 台湾也将针对同志族群 能否合法结婚的议题 进行公民投票 美国有部分LGBT维权人士 为支持台湾公投而发起募款 并打算将筹策到的资金 用于广告宣传 报道指出 2号在纽约曼哈顿 举行的募款活动 至少筹得6700美元 已经超过原先的目标 推动美国婚姻平权的全球婚姻自由组织 再出资5000美元 组织的顾问托勒表示 台湾现在确实是LGBT平权全球战场的首重之地 去年5月 台湾宪法法庭裁定支持同性婚姻为亚洲首例 若有关当局 在2019年5月之前 没有修改或制定法律 将自动允许同性伴侣登记结婚 21月24号当天 将有5项同性婚姻相关的公投提案 出现在选票上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日前传出美国总统川普手拿的苹果iPhone 遭到中国窃听 中国外交部还建议 如果川普害怕被窃听 可以改用华为手机引发各界讨论 如今又有外国媒体指出 澳洲官员提供的一份秘密情报显示 北京政府利用中国电信大厂 华为提供的资讯取得访问代码 借以潜入海外网路进行间谍活动 明显指出华为在中国的网路间谍活动当中 扮演重要渠道的角色 根据澳洲人报周末版报道 一名澳洲国家安全官员表示 他所掌握的情报证实 中国政府要求华为提供该公司用户密码 和网路详细讯息 让中国情报员取得访问代码 渗入外国网站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 华为想在澳洲建设新5G网路的计划 日前也已经被澳洲当局阻挡 澳洲通讯局局长博吉斯 日前在演说中大力为澳洲政府辩护 支持当局禁止华为和中心通讯 参与澳洲5G网路建设的决定 他进一步解释 5G不只是光速数据 也将支撑澳洲人日常仰赖的通讯 从卫生体系 远端手术到自动驾驶汽车和水电供应的各种应用 因此如果让高风险的业者参与这项建制作业 实在难以确保网路能得到保护 博吉斯口中的高风险业者 就是指在中国政府支持下的华为以及中心通讯 不只是华为 来自香港的长江实业集团 也因为中国对香港的影响力日渐增加 而被澳洲政府盯上 香港长江实业集团之前计划要以130亿澳元 收购澳洲主要的天然气管道经营商APA集团 不过澳洲财政部长费登堡认为 这项交易违反国家利益 因此表示政府将针对中国在香港影响力日渐增加 如何威胁国家安全 进行辩论以后再做出最终的决定 尽管费登堡澄清这么做无意针对外资所属国家 只是考虑到有关行业过于集中在外资手上 外界不免认为 这也是澳洲阻挡中国势力的其中一道防护墙 根据法管报道 这次收购案是李嘉诚的儿子李泽聚 接掌长河系主席之后 第一个重大海外投资 没想到却遭遇滑铁卢 也拖累该集团的股价 事实上澳洲政府除了要阻止中国势力入侵自家以外 是为南太平洋强权 澳洲也试图阻挡中国触角不断延伸 针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 澳洲总理莫里森日前提出 将创立一个规模达到21澳元的基金 提供太平洋国家新建电信 能源 交通 水源等基础建设所需要的贷款 根据中国时报 中国从2011年以来 已经向该地区提供1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馈赠 成为仅次于澳洲的太平洋地区第二大金主 不免增加西方国家的忧心 担心太平洋不少国家最后可能激欠中国庞大债务 落入北京的掌控 不仅提供金援还要出动军力 澳洲政府近来也决定将和巴布亚 牛几内亚 共同重建海军基地 对抗中国持续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野心 根据雪梨成风报的报道 澳洲军舰将前往巴布亚 牛几内亚进行访问 而访问的重点之一在于防堵中国的势力扩张 报道指出这个海军基地是美国在二战期间新建 战略位置良好 后来给澳洲海军用于军事补给 随着中国持续协助巴布亚 牛几内亚发展基础设施 外界担心中国会介入马努斯岛的重建 提升中国在当地的战略影响力 也难怪澳洲阻挡中国一刻也不敢大意 以上是陈佑佳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焦点 四年前台湾太阳化学运撼动政坛 带动公民参政浪潮 许多小党趁机突破重围 台湾长期被蓝绿两党把持的政坛 出现许多不同的新声音 BBC News中文网便以台湾政坛开启战国时代为题 报答台湾小党伶俐 并且越来越受到瞩目 2018年台湾年底九合一大选 蓝绿两党纷纷派出选将出征 目标抢下县市长宝座 虽然小虾米难拼大鲸鱼 资源难以跟蓝绿大党比较 台湾政坛小党像是时代力量 清明党新党等等都没有参选县市长 但都希望可以在县市议员部分有所斩获 仅次于国民两党 时代力量目前为台湾第三大党 在立法院拥有五位席次 听起来虽然不多 却在长期被蓝绿把持的台湾政坛 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时代力量出其成员就备受各界关注 除了太阳花学运重要人物黄国昌 还有台湾闪灵乐团主唱林昌佐 司法改革基金会前执行长林丰正等人 相较于蓝绿两党 少了许多政治包袱的时代力量 长期关注许多社会议题 并且积极表态 不畏强权支持青年 成为时代力量给人最强的印象 并且获得许多选民支持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 各政党获得选民支持度 国民两党都获得将近四成的选民支持 自认为没有特别喜好的中性选民 大约34.5% 时代力量获得8%选民支持 虽然跟国民两党有所差距 不过如果将民调根据年龄分析 时代力量主要受到45岁以下选民的支持 尤其是25到34岁 支持度更是高达23.6% 2018年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时代力量推出40位县市议员候选人 根据台湾媒体新投科报导 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表示 他希望将时代力量在国会的问证风格 带到地方议会 并且培养台湾新生代的政治人物 借此取代地方老议员 改变台湾政治生态 没有丰富的政党资源 时代力量候选人轻跑基层 并且透过网络宣传 要努力打开知名度 扩大政治版图 同样省着太阳花浪潮成立的 还有社会民主党 由台湾大学副教授范云担任党主席 社民党政见聚焦台湾社会内部议题 主张提高劳工薪资 对财团加税政治透明 并且努力创造公平社会 获得许多年轻选民支持 只不过缺少庞大政党资源挹注 社民党2018年选情 似乎一开始就出师不力 党主席范云 原本预计出征台北市长选举 不过却因为无法缴纳 候选人登记费200万元 而在8月选布退选 目前社民党专注挑战 台北市议员席次 共推出五位背景不同的年轻候选人 最年轻的甚至只有25岁 总部位于高雄的激进党 是台湾第一个以台独左派 为号召的政党 透过参与台湾社会运动 不断累积曝光度 为了台湾年底选举 激进党推出12位候选人 参与新北、台北以及台南高雄市议员选举 宣传口号甚至以 让打压台湾的中国跳脚为号召 争取选民支持 掌握选战讨论话题 透过网络提高知名度 也成为激进党打选战的重要招式 近期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 虽然支持度高 不过漂亮的口号也被批评政见空洞 激进党五位高雄市长候选人 近期便录制影片 针对韩国瑜的主要政见进行分析 点破政见盲点 只不过影片曝光之后 立刻引起正反双方激烈讨论 有支持民众认为 激进党论述清晰值得期待 不过也引发支持韩国瑜的选民反感 相对以上 多少带着台湾独立精神的新生小党 成立至今二十多年的新党 自称中华民国正统精神的继承者 走过曾经的辉煌 到现在萎缩成不足一千名党员的小党 没有进军全国议会的野心 新党目标巩固双北市议会 双北市议员候选人提名总共十人 受人关注的是 新党提名的候选人林明正以及侯汉廷 今年才因为牵涉中共间谍案 而被台北地检署 依照违反台湾国安法起诉 支持台湾与中国民族统一 是新党一贯的政治主张 曾经在1995年 依法委员选举获得122万张选票 成为台湾第三大党 不过过往以制衡两大党为号召的新党 终究难以突破台湾蓝绿政治格局 逐渐走向边缘化 2018年选举对新党来说 是关乎有没有办法再次翻身的重要一战 2018年台湾许多小党参与选战 在资源缺乏 知名度不足的情况下 小党要怎样突破泡沫化危机 持续经营 一直是棘手的问题 不过 网络蓬勃发展 或许也提供新的政治舞台 年轻的党员与经营方式 成为刺破大党政治屏障的一把利剑 与百年老政党相比 小党少了许多政治包袱 却可以用清新的形象 打一场灵活的选战 以上是伍哲仪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 继任者保川普有心计 司法部大屠杀难重演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人物 中期选举刚过一天 川普内阁迎来了首场人事变动 71岁的司法部长塞申斯 应总统川普的要求辞职 并立即生效 随即川普在推特上宣布 现任司法部幕僚长马修·惠德克尔 将成为代理司法部长 惠德克尔曾任CNN的法律评论员 对主持通俄门调查的 特别检察官穆勒颇有微词 还在CNN撰文批评穆勒 对川普的调查太过分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说 惠德克尔现年48岁 是前司法部长塞申斯的大管家 他毕业于爱奥瓦州大学法学院 学生时代是一名出色的足球队员 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律师 也担任过一家公司的法律顾问 2002年惠德克尔以共和党人的身份 竞选爱奥瓦州的财务长 但输给了民主党人 迈克尔·菲兹吉拉德 2004年他被任命为爱奥瓦州南部地区的联邦检察官 2009年辞职 之后他担任了保守派监督组织 问责与公民信任基金会的执行董事 这也进一步巩固了其保守派的身份 另一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说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惠德克尔对川普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 坚定地持反对立场 并称在FBI对希拉里的邮件门的调查当中 有充分的理由起诉他 2017年10月 他成为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的幕僚长 川普的这一做法让很多人想起了知名的 尼克松总统时代的周六晚间大屠杀 1973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调查 当时负责调查的特别检察官 考克斯对尼克松步步紧逼 当时的司法部长理查德森 也在背后支持考克斯 尼克松速度施压要理查德森 开除特别检察官考克斯 但被拒绝 尼克松随即要理查德森辞职 尼克松再下令让主持司法部的副部长 开除特别检察官 又遭拒绝而且辞职 尼克松只好下令司法部的第三级最高长官 开除考克斯 该官员再三考虑 最后服从了尼克松的命令 将特别检察官考克斯革职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天之内 实在是充满戏剧化 被媒体称之为星期六晚间大屠杀 此次川普要塞森斯走人 并不出乎多少人的意料 毕竟塞森斯长时间以来遭总统口诛笔伐 下课只是时间的问题 至于原因 尽管当事人媒体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正如白宫办公厅前主任 普利伯斯所言 塞森斯当初选择回避通俄调查 是他的原罪 塞森斯去年二月就任司法部长 不久后被美国媒体爆出曾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 会见时任俄罗斯驻美大使 随即主动选择回避关于俄罗斯 涉嫌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 美国媒体披露川普曾设法阻止塞森斯这样做 但最终失败 二人关系此后急转之下 去年五月 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任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 罗伯德·米勒为特别检察官主持通俄调查 从那之后 通俄调查一直是白宫的一块心病 据称 川普把米勒的任命归咎于塞森斯的回避 并指责塞森斯不忠诚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和在社交媒体当中发文 川普也多次表达了对塞森斯不满和失望 塞森斯去职的传闻也曾多次爆出 塞森斯走后是否有尼克松星期六晚间大屠杀的历史重演 马上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司法部已经证实 惠特·科尔将自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手上 接下监督穆勒调查工作的职责 穆勒的调查检视美国两年前对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的指控 以及川普阵营有无通俄之嫌 民主党人担心穆勒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调查 恐怕前路难行 即将出任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 公开抨击川普解雇塞森斯 她称这是一次破坏特别检察官穆勒通俄门调查的公然行动 她之前曾呼吁通过立法来保护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佩洛西还把目标对准了川普已经宣布的司法部长 继任者塞森斯的幕僚长马修·惠特科尔 惠特科尔尚未得到参议院的确认 但已经谈到了会通过削减资金来扼杀穆勒调查 在此程当中塞森斯表达了对工作和同事的感激 然而在信的结尾签名处 她去用略粗的记号笔写上了自己的姓名 这个细节引发了当天美国社会的热烈讨论 因为通常正式文 因为通常正式的公文 例如内阁成员或者国会成员写给美国总统的信 需要签名的时候都会用黑色的水笔 而不是黑色醒目的记号笔 塞森斯的这个签名被广泛的解读为愤怒的抗争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人物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农民的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就是从今年去年 等于今年7月开始 事实上从3月开始一直延续 然后到7月到9月正式发动了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在这段时间之内大家都在看 这个事情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其中一个最大最大的这个出口东西 就是这个美国的黄豆 美国黄豆玉米还有高粱 这些东西都出口到中国 几乎90%以上美国出产的这些东西都到中国去 那么中国也非常需要美国这个黄豆 基本上是物美价廉 而东西都非常好能够而且这个交货都非常准时 那么中国需要这样大批的黄豆来做这个猪的饲料也好 或做各种用品包括油也好 所以非常依靠这个事情 那么这样子双方有启动这个贸易战之后 中国也对美国采取报复 对美国进来的这些黄豆可以25%的这个关税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么自己中国就不从美国进口了 那么改从巴西阿根廷或者别的国家进口这个大豆 那么这样子说起来的话 就造成美国这边的这个大豆商 黄豆还有玉米这些商人就非常非常糟糕了 因为他们的货卖不出去了 那么今年已经今天也有消息传出来说 这个内华达州还有这个埃尔瓦州 他们这些大部分农业州 这个今年丰收这个玉米 还有这些其他的高粮都堆在仓库里都发烂的 没有办法卖 那么这样子的话 当然对农民来讲的话 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那么也因为如此 所以中国也在这个地方就见缝插针 在不久之前 在这个选战之前 还刊出了这个中国用这个中国邮报 中国日报在当地的埃尔瓦州开广告说 这个由于这个川普的这个战争贸易战 让这些农民受困 那么农民是不是应该感到生气啊 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希望借这样子的方式 来影响这个美国的农民 那么对这个川普这个痛恨或者是批评 那么因此在这个11月6号这个选票的时候 选举的时候 其中选举的时候 可以利用手中的选票给川普一个难堪 让川普这个所支持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共和党的这些候选人 都落嘛都落下来 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终于落下帷幕 共和党既没有打破历届执政党 在中期选举落败的魔咒 民主党也没有激起大规模反制共和党的蓝潮 一个分裂的国会诞生了 分裂的国会无疑是美国选民 用选票传给川普总统和共和党的一个政治信号 权力必须制衡 有媒体说 美国选民宁可选出分裂的国会 以抢救分裂的美国 问题是 分裂的国会能抢救分裂的美国吗 至于中期选举对外交问题的影响 美中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对中国强硬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不同的是 著名的人权斗士 即将以美国第三号最有权势人物登场的 民主党众议院领袖南希佩洛西 会不会重新把中国人权问题 放到美中关系的重要日程上 习近平和川普在选举前后各自放话预示美中贸易关系的走向 习一方面表示要加大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一方面指责川普是手电筒 只照人不照自己 而川普中期选举后突然宣称中国放弃了美国一直反对的 中国制造2025计划 如果是真的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放弃它一直不肯放弃的发展权 还是又一次的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一时敷衍美国 明镜火拍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2018年11月9号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 全程直播中国研究院第68次研讨会 谈从分裂的国会分裂的美国 看中期选举后遗证 这次研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一 如何评价分裂的国会 民主党没有大赢 共和党没有大输 女性从政风起云涌 这反映了怎样的民意 二 选举后的美国会不会更分裂 谁应该为这种分裂负主要责任 是川普 是媒体 是民主党及前任总统遗留下来的政治正确 还是所有这些因素都应该负责任 包容与妥协 让位于仇恨与偏激 是否意味着美国民主的沉沦 三 选举后的美中关系会不会有变化 会有哪些变化 中国方面在贸易问题上 如果做出巨大让步 甚至全盘接受美国方案 会不会是习近平的韬光养晦 参加讨论的嘉宾有 时政评论人邓玉文 历史学家 刘仲敬思想主讲人刘仲敬 明镜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 与北卡国会议员参选者福江秀 由独立智库学者张爱梅主持研讨会 中国研究院是2013年 在美国联邦注册的非牟利机构 以研讨中国和世界问题为己任 并出版了多份研究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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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的 影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